中国海警局在今天起实施新规定 可以对涉嫌非法进入中国领海 包括南海的外国人 依法居留最多60天 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做出的新动作 中国与菲律宾 以及中国与台湾的紧张局势又升级了 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加 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报道称 中国与美国正在不知不觉地走向战争的道路 并且这可能在十年内发生 外交事务杂志把美中关系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与德国的关系进行了对比 文章说 如果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同时兼具狂妄和恐惧 那么一战时期的德皇威廉二世可说是最佳例证 当时的德国既认为自己正在不可避免的崛起 又认为英国对其崛起构成了威胁 德国报纸上充斥着对德国经济技术和军事进步的宣传 并预言未来德国将超越其他国家 许多德国人认为 他们的政府模式是民主与专制的有效结合 令世界羡慕 他们坚持认为 德国当时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 应该让它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实力 合理地重新安排地区秩序 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高涨 德国人越来越担心 邻国和英国会破坏德国在未来的主导地位 德国领导人大多忽视了自己的侵略言论对他人的影响 他们开始将英国的干涉是为德国国内外问题的根源 外交事务杂志说 今天的中国与19世纪90年代后的德国一样 也表现出许多自大和恐惧的迹象 中共领导人常常宣传东升西降 以及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 在地区政策方面 中国开始对邻国表现得更加强硬 中国还镇压了西藏和新疆的自决运动 破坏了香港的自治 近年来 中国更加频繁地坚持其在必要时会武统台湾 2016年 特朗普将中国视为国际舞台上的一股邪恶势力 2021年 拜登接替了特朗普的职位 并保留了特朗普针对中国的许多政策 也实施了进一步的贸易限制措施 面对华盛顿强硬立场的转变 北京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 既表现出了野心 也表现出了不安全感 北京对美国行为的一些抱怨 与20世纪初德国对英国的抱怨惊人的相似 与此同时 美国一直在努力制定威慑与有限合作相结合的对华政策 至于英国在20世纪初制定对德政策时的做法类似 外交事务杂志说 在英德关系中 从对立上升到战争主要有三个条件 首先 德国人越来越相信 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德国崛起 与此同时 德国领导人似乎无法向英国人或其他人具体说明他们国家的崛起 会或不会重塑世界 其次 英德双方都担心自己未来的地位会被削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种观点促使一些领导人认为他们应该尽早开战 第三个条件就是双方几乎完全缺乏战略沟通 现在美中关系似乎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 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坚信 美国的主要目标是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中国的崛起 在国内 中共对国家经济放缓和人民的忠诚度深感忧虑 由于美中双方互动有限 美中之间发生战略误解的可能性极大 目前的所有证据都表明 中共正在准备入侵台湾 从而引发美中之间的战争 外交事务杂志说 虽然乌克兰战争目前造成的紧张局势最为严重 但台湾有可能成为2020年代的巴尔干战线 中国和美国似乎都在梦游 在未来十年内不知不觉地走向两岸对抗 事实上 一战爆发的最大原因之一 是德国误以为英国可能不会援助其朋友和盟国 对美国来说 绝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美国应将军事力量集中在印太地区 使其成为对中国侵略的有效威慑 美国应重振委约 让欧洲承担更大份额的防务责任 最后 外交事务杂志说 拜登和习近平需要学习历史 吸取教训 才能采取避免走向战争的道路 但是 以习近平的风格和他的行动历史 他能做到这几点吗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 此外 据金融时报6月15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习近平在2023年4月曾告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华盛顿正试图诱使北京攻击台湾 但他不会上钩 这代表习近平真的不会武统台湾吗 还是像普京当初承诺不会入侵乌克兰一样 请在评论区里写下你们的看法 习近平推动毛泽东时代的风桥经验已经让民族主义上升 而风桥经验的群众斗群众也一步一步的避进 观察中国的网络杂志中餐馆分析了习近平使用像视频里的年轻人一样的群体 利用群众来加强对中国社会的系统性控制的监督 看似新时代红卫兵诞生了 中餐馆的文章说 视频中的年轻人自称为上饶意警 他们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团体 选称自己是对当地警察的支持和补充 在一段视频中 他们被描述为在当地警方指导下工作的群体 被委派 监视群众 事实上 中国警察很可能需要一些帮助 中国的警察队伍规模不足 资金不足 而且他们必须应对比官方统计数字高得多的犯罪率 一警志愿者可能会成为执法部门的后备力量 代替警察执行巡逻任务和处理低级别事件 也可以让这些案件不在当地犯罪登记册上登记 帮助当地官员假装犯罪率在他们的领导下有所下降 中餐馆的文章说 但更重要的是 这些志愿者充当了一支监控队伍 帮助中共实现其稳定社会的愿景 在这个社会中 人民的抱怨要么得到及时处理 要么被迅速压制 自2000年代中期起 中共就开始聘用网格员 负责监控社区内指定区域的来往人员 并向上级报告任何异常或令人担忧的事件 2013年 在习近平的鼓励下 官方媒体重提了毛泽东时代的风桥经验 在20世纪60年代动荡的阶级斗争中 浙江省风桥镇发动了群众斗群众 这往往意味着人们会举报自己的亲朋好友 如今 当习近平引用风桥经验时 他已不再是关于家庭内部的背叛或阶级咒争 相反 现在的风桥经验 是被用来美化公民之间的相互监督 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 中国各地开始成立数百个 致力于社会安全的非政府协会 广东省公安部门在2022年末宣称 有67万公民注册成为近200个此类团体的成员 直到最近几年 中国政府才开始将志愿者纳入当地警务工作 为了吸引潜在的志愿者 政府部门提供各种福利 包括现金奖励 有些志愿者可以在酒店和商店享受折扣 还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比如为志愿者的子女入学提供福利 但有些志愿者也可能是出于公民意识 例如北京朝阳区的市民团体朝阳群众 该组织自愿向警方报告可疑活动 这些志愿者将服务机会视为真正的荣誉勋章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 Lanette Ong写道 尽管朝阳群众的意识形态不那么强烈 但他们和毛泽东时代的积极分子很相似 他们愿意为党现身 志愿者包括学生、退休人员、中年工人 甚至干部、党员和退伍军人 志愿者组织上饶治安维持会 在2023年成立了滴滴治安维持大队 招募滴滴司机作为志愿者 他们可以在正常工作中向警察通风报信 中餐馆文章还引述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 中国治理问题专家裴敏欣说 地方官员经常在从事可以不引人注目的工作群体中 寻找维稳线人 因此保安、小区管理员、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 环卫工人、停车场管理员等都是特别理想的线人 中国各地政府都在寻求软件和实体基础设施 来更好的管理民间志愿者 深圳罗拉格科技公司在其网站上声称 仅在广东省深圳市的一个区 警方就使用该公司的可视化管理平台 监督当地志愿者群防群制队伍的4万5千多名成员 当然中共的真实目标是镇压民众抗议 这些志愿者在这方面也有作用 志愿者组织南村安全促进会的政府采购公告指出 该组织应努力说服上访者从北京返回南村 在敏感时期 该协会将对中共认为具有潜在政治威胁的关键人物 进行24小时的监控 2022年的另一份招标书 指示协会在维护稳定的名义下开展各种活动 包括监督和管理外来务工人员和重点群体 以及预防和妥善解决群体性事件 比如群体集会 包括和平抗议 民间志愿者不应被简单地视为警察的低成本替代品 除了警察、网格员、面部识别摄像头、在线监控和审查之外 他们还是中国监控制度的另一层 中国治理问题专家裴敏欣指出了 线人在这样一个系统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他说 社会信任是集体行动的基石 因此在独裁统治中 社会信任是令人畏惧的 因此政治间谍活动可以一箭双雕 既能识别对政权的潜在威胁 又能让民众互不信任 中餐馆文章援引犯罪学家巴肯说 这些志愿者组织一旦过度捍卫秩序怎么办 我们在犯罪学中知道 如果让不专业的人做这些事情 他们会变得非常腐败和混乱 习近平不断地将系统性控制 陷入公民的日常生活 通过承担一些监视和强制职责 这些志愿者的治安维持会 可以在盛气凌人的政府和他所针对的公民之间 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同时还能提供政权所需的监控和控制 调动群众监控和批斗群众 是毛泽东文革时代的拿手做法 习近平看似也正在巩固群众斗群众2.0的基础 大家觉得文革式的群众斗群众离现在还有多远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习近平在2014年模仿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就职 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提出了整风整改正本清源的说法 从此开始了他对军队的清洗 十年后他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搬到了延安召开 再次提出政治立军 发出更加严厉的整风信号 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运动 被历史学家高华称为 红太阳升起的关键阶段 这次习近平的延安讲话 重提整风 除了军内又一轮的腥风血雨之外 是否意味着习太阳升起的关键节点到了呢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习近平在陕西延安 十年来首次召开的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会议上警告 要提防人民军队腐败和思想滑坡的危险 他告诫称 纪律涣散可能会破坏组织一支 能与强大的西方军队较量的战斗部队的行动 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表示 枪杆子要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寿中 严才能正刚计 严才能速军威 严才能出战斗力 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习近平指出了军队中存在的深层问题 他强调 这些问题表现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 根子在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上 他要求各级干部解决好思想根子问题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发表讲话称 解放军必须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 丰富惩治新型腐败和隐形腐败工具箱 他要求军队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 也就是2027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兼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傅泰林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取得的战果发善可陈 有军事专家认为普遍的腐败是原因之一 习近平可能受到此事的激发 俄罗斯在侵略战争中的表现让我们了解到 一支腐败的军队很可能在战场上表现严重不佳 对于习近平为什么清洗解放军 西方媒体有不同的观点 欧洲政客杂志在去年12月份的一篇文章称 习近平正在执行一场斯大林式清洗 也就是说 习近平并不是想清除政敌 而是血腥清洗自己的亲信 让自己的小圈子里形成人人自危的氛围 从而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 日经亚洲对习近平清洗解放军的结论是 这跟军事没有关系 习近平是在为他的第四个任期做准备 日经亚洲说 习近平在2017年19大上将军队反腐和军队改革列为政绩 为他在2018年修改中国宪法 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两届五年任期的限制铺平了道路 2022年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获得了第三个五年党总书记任期 最后在2023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上 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 任期第三个五年 习近平很可能希望在三年后的二十一大上 将最新的军队改革列为另一项成就 以争取第四次连任党魁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这几个墙外媒体的分析 习近平到底是在斯大林市清洗 还是在为自己的第四个任期做准备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